或者说我们都是受过去的影响 走到今天的人 就是这个打分机制 有的女孩子就说 我们好像从小到大 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打分 在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单位 好像就是这件事 对于女孩子来讲 似乎变得特别大的重要 甚至有人都统计出来 说我一辈子要被打60万次分 就是你 还有点自恋了 你体面不体面 或者说你 你做的这个合不合 仪态 对吧 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包括你的模样 很多时候女孩之间 她也是有一个这个打分的机制 在互相看 互相看对方 你好像就摆脱了 我还没摆脱 我表现的摆脱而已 你自己给自己打100分 不是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 比如说我早上 想好了今天一定要 要完成这么长时间的写作 对吧 就是甭管写多少字吧 但你这个时间一定要坐在这个课桌前 然后呢 写完东西了呢 没有乱浪费时间 在手机上弄啊 什么弄啊 弄啊 弄啊 就自我纵容吧 然后我就去 直接去游泳了 游泳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去买菜了 对吧 然后完了以后买菜回来呢 我就读了几两小时的书 我觉得我今天一天没有纵容过 太纵容过自己 没有那个时候 就是说 其实自我纵容吧 就是你当时感觉好 纵容完了呢 就是你末了感觉好 对吧 你到这 这件事情终结的时候 你觉得 要你看我今天计划的时候 我都 我是一个有效率的人 今天我有效率 对吧 然后就是 就是如果一天 本来想好的 到了最后 就是各种各样的 对吧 哎呦 想怎么着 手机上花了多长时间 然后呢 打扮上花了多长时间 然后就 就觉得 哎呦 挺讨厌的 自己挺讨厌自己的 他是一个成功者 就是有一个铁律 就是凡是成功者 他有很多品质 但有一个品质是共有的 叫自律 他刚才讲了半天 都是一个自律 对 他就是特别自律 就是我现在 第一个自律 就是我要少吃 但我最近有点放纵 一出国 他就啪 然后 而且呢 一天一斤的往上涨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吃的时候 会很高兴 那胃口很好 但是晚上以后 一踩撑上吧 就心里沮丧半天 那么 你走入这个社会 因为我到这岁数 有时候 我确实不如 原来自律 就原来想做的事 一定要做到 如果我说 我要放弃到这件事 那就这件事 我已经知道不成了 我才去放弃 就知道什么时候放弃 而不是知道 这个事可以做成的时候 你为了偷懒 为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我们做编辑 做写东西 熬夜干什么 谁不愿意躺床 当然就看个电视剧 睡个觉 多舒服 但是趴在桌子上 他老说他写作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很愉快的 写作那个愉快 是他写作状态 最好的时候 写作是个很辛苦的事 你千万不要给大家 一个误会 认为写作是个 很轻松的事 没有多少人 写作是轻松的 脑力劳动 比体力劳动累 我们过去 我干过重体力劳动 那就睡一觉起了 啥事没有 脑子要是用过渡了以后 长时间的那种状态 就说不上来 就是泪心 如果他进入一个 就是高兴奋状态 写作的时候 当他结束了 他有一段时间退不出来 就是兴奋 是是是 非常兴奋 就退不下来 所以我要喝酒呀 所以他就靠这个吗 你说他三十年失眠 怎么来的